好 感谢 感谢大家的掌声 我觉得自娱自乐呀 这是一挺好的事 确实 因为什么呢 这个自娱自乐 不光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也得会自娱自乐 这怎么自娱自乐 你像我们今天 你看我们仨人站在舞台上呢 我就非常高兴 您等会儿 因为这个 这就开始自娱自乐了 怎么了 台上不就咱俩吗 怎么仨人的 这还不明白吗 没明白 现在站在舞台上呢 不止咱们俩人 有仨人 我这是胖 不是怀孕 谁说怀孕的事了 那怎么回事啊 我这么告诉你 咱还有一助眼 你说有一助眼吗 你吓我一跳 你说说 对不起啊 首先呢 上台先做个自我介绍 好 我呢叫梁元 是他 站在我这边这位呢 叫张思雨 是我 站在我这边这位呢 叫 你那边哪有人呢 你 看不着吗 这有人 你别老吓唬我行不行 你 这有人 有人 这哪有人呢 你还给人弄倒了 我多气 就行了 行了吧 对不起 我怎么给人弄倒了呢 不是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你什么意思 就是我说的这个人啊 其实严格来讲 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人 就是你的意思说 他不是人 他没骂你啊 你别那个 哎呀 哎呀 你别 你别拦着他 你让他打我 来来来 厉害呀兄弟 我佩服你 我告诉你 他比我能言 不是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你说吧 就是我说的这个人 实际上是我的想法 你早说有个想法嘛 老旁边站个人 台上有仨 你吓唬谁呢你 不是 就是啊 每当我在生活当中 要做出选择的时候 他就老在我边上搅和我 让我这个人变得特别纠结 是吗 真是 那您都怎么纠结啊 就是说我这个人呢 就是特别纠结 我问你怎么纠结 就是特别纠结 你是中国人吗你 我问你怎么纠结 我这不纠结说哪个吗 哦 这就开始纠结了 那当然 你比如说吃饭就纠结 这有什么可纠结的 啊 你前两天 我们几个人一块聚餐 对 因为有外地张玉霍星辰啊 是是是 都来到天津了 包括大虎哥小虎哥 都来到天津 我们一块聚餐 啊 邱英俊老师啊 我们一块七八个人吧 差不多 AA制 点了一大桌子菜 一开餐 我纠结 这有什么可纠结的呀 吃哪道啊 吃哪个不行啊 你看 辣子鸡丁 这不行 这怎么不行啊 我受不了 吃不了辣 哦 吃不了辣的 啊 蒜香鸡翅 这不辣了 这不行 这里有蒜啊 我们演员吃蒜 不尊重观众 哦 你看人多讲究 对 万一有这个亲吻的环节 对吧 想多了 对 没给您设计那个环节 知道吗 不尊重观众 这倒也是 是不是啊 这个咖喱牛肉 这个 这我受不了咖喱味 不喜欢这个味道 清蒸甲鱼 这好啊 这不行 这我怕鱼刺卡嗓子 你神经病吧 甲鱼有鱼刺吗 没有是吧 多新鲜的 反正哎呦 我纠结了二十分钟啊 我再一抬头 不用纠结了 怎么不纠结呢 盘子全空了 这帮人已经开始剃牙了 哎呀 你们造的是够快的 哎 等到快到结账的时候 哎呀 突然出现一个情况 怎么回事 就是屋里突然 也不是因为这电压不稳 还是怎么着 停电了 哎呦 屋里这个黑啊 哎呦 我纠结 这纠结什么呀 我走不走 你让朋友们听 这都什么人性啊 嗯 吃饭你怎么能想着走呢 我可一口菜没动 我连餐具都没拆 你知道吗 这也不像人 对不对 哎呦 这么好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 您说我不珍惜啊 是啊 哎呀 等得没过一会儿 灯亮了 我再一看 嗯 屋里就剩你一人了 哎 你怎么知道 我告诉你电压就是纯纯拉的 上回他没这么对头啊 知道吗 啊 您说说这个耽误事不耽误事 确实是 是不是啊